等于是把上个礼拜首期函数讲完 然后另外的话1151 其实1152的答案也在这里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还有个什么 101好了 101这一题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101 其实这一题的这个做法 把它放大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一题 就是这一篇是最后的答案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它的开头都是中文 那我现在只要知道中文 我要把中文字拿出来 也就是资料库这三个字我要放在这边 四算表 排满软体四个 也就是只要中文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一题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几个部分 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 文字类里面 有一个就是叫LEN LEN不是算几个字吗 另外的话底下有个LENB 那LENB的话是算几个拜车 那几个拜车的话意思是说 如果你中文字的话 它是算几个拜车呢 它是两个拜车 那英文字跟什么呢 数字都是一个拜车 所以如果你用LEN它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几个拜车 那算出来结果会有差 有差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中文字的字数了 OK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全形的话也是两个拜车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先把全形转半形 再去算说中文的这个数字有几个 其实就可以算出什么 算出我们要的那几个数字 所以也许我们是LENB 然后字给它 它这边22个 如果我今天用LEN的话 比如我用文字类的 特别文字类里面的那个LEN 那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几个字 13个 如果说我今天我可以怎么做 我如果要13 那你会发现里面总共相差就9个 不对啊我应该三个嘛 为什么 因为这边SS这六个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什么 先把SS 把全形转半形 那全形怎么转半形 接下来你可能要学会什么 在Essale里面有没有函数 是可以全形转半形 文字类里 你可以发现 第一个ASC 将全形转坏半形 有没有 如果要把半形转全形呢 应该就这个 BIG5 将什么呢 半形转为全形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互转的话 这两个 那我们可以用ASC 先把这个给它 有没有发现 SS变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根据刚刚的推 我可以一一先用ASC 先把这里面先转成半形 二的话呢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之后 去算它里面有几个byte 然后把公式再贴上去 16个 所以16个再减掉几个呢 再减掉 我再用LEN去算 所以特别重要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减下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然后把B拿掉 算几个字 几个byte 减掉几个字 打个勾 三个 意思是什么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做什么呢 用LEN去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把公式跟进一下 这个应该是前面这个 这个资料 几个字呢 就贴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要几个字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放开 你会发现 把所有的中文字 自动的拉过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一题 我回去可以试试看 就是 如果我今天需要 就是里面的中文的部分而已 刚好它要在前面 这个是前提 我会用到总共有 第一个是ASC 把全形转半形 第二个用LENB 第三个用LEN 最后的话用LEN 就可以把我要的中文部分 把它提取出来 OK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有 这个除了这一题之外 还有更困难的 如果它的中文 跟英文跟数字 都分不一定在前面 可能在中间 我要的可能是里面的英文字 或者中文字 它分布也许在 除尊格的不一定是在某个地方 那怎么办 更困难 103 有没有答案有 云端上也有答案 所以这部分 各位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那下一次的话 152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来解这一题吧 那画面还给各位 101 刚刚讲的是101 如何把那个 就是中文的部分留下来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我们 还是建议各位要把 如果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还是要把ECEL里面的函数 尽量多去熟练 所以我们刚刚有用的ASC 就是把全形字 转成半形字 那至于就是说 将来有时间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那里面的 这个函数 即便你没用过 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稍微把它run一下 知道一下 里面哪一个函数 能够做什么用途 OK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 讲到这个101这一题 下一次上课 也许我们就 再把那个152这一题 讲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要看 第二个单元 就是逻辑函数部分 逻辑函数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也有带到一点 逻辑函数 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跟更多重逻辑 那我要怎么针对 不同的条件 给不同的处置方式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 下个礼拜 我们就针对 这个152 跟逻辑函数 做说明 那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先到这里